大家好,我是对妈 前面我给大家分享了两种前领窝和腋下无台阶的收针方法 第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每次知道鱼翼针把织片翻面,然后进行收针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的引返方法进行了领窝和腋下的收针 第三种方法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下面我具体给大家分享一下 中间这部分我把它平收了,你也可以不平收,把它穿起来 我们首先收左边的 第一行不加不减的支过去 支完以后把织片翻面,翻到背面来,背面要进行收针的 我们首先正常的支,直到最后余两针 现在最后余两针了,我们把线绕到后边去 把这两针进行左上二并一,这样就收掉了一针 假设我们第一次要收四针 这收几针呢,它不是一个固定的数 根据线的粗细,毛一的大小来决定的 我在这儿说的四针呢,它只是一个举例,它只是举个例子 就是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简针的方法 假设第一次要收四针,我们在反面收了一针 接下来还有三针,我们就在正面来收针 也就是把它分两次来收的 把线呢,又扰到后面去 收一针,右上二并一,收一针 两针 三针 加上背面那一针,就是四针了 接下来我们把余下的针呢,正常的支过去 把纸线呢,把纸线呢,翻面 我们又要进行第二次收针呢 第二次假设我们收的是三针 我们还是在B面呢,首先收一针 左上二并一,收一针 余下的两针,我们在正面来收针 把线绕到后面去 进行入上二并一,这样收掉两针 和B面的加起来呢,就是三针了 也就是说,左边这一块呢 你不管是收几针 首先在背面收一针 然后余下的针呢,在正面收 也就是把它分为两次来收的 如果收一针的话,怎么收呢 收一针的话,就是我们呢 从反面支过来以后,余两针 把它呢,进行左上二并一 这样就收掉了 正面呢,它是不用收针的 这就是左边的收针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右边的收针 右边的收针,我们首先从背面 不加不减的直过来 接下来再从正面直 我们正面直到最后余两针 现在余两针,我们把它左上二并一 因为左边呢,我收的第一次收针 它是四针 右边呢,第一次收针 也就是四针 我们首先收了一针 把织片翻面 翻到背面来,再收三针 两针一起支一个上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和正面的加起来就是四针了 接下来我们正常直过去 再把织片翻面 翻到正面来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收针了 左边的第二次收针 它收的是三针 那么右边呢,也收三针 左右两边它是对称的 我们呢,还是首先呢 收一针 左上二并一 再把织片翻面 翻到背面来 三针减掉一针 再收两针 接下来呢,我们正常的直过去就行了 如果收一针呢 我们就是从正面直过来以后 与两针把它进行左上二并一 反面是不用收针的 右边的收针就是每次在正面 收一针 再反面呢,输余下的针 如果输一针的话 直接在正面输一针就行了 这个输针方法我就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想看更多的视频 请点击我的头像 谢谢你们关注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